今天是中秋廉假的第一天 不少人都急着要返乡跟家人团聚 目前高速公路路况顺畅吗 又有哪些状况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叶佳妮 佳妮 好的 今天是中秋廉假的第一天 那国道上也涌入了非常多的返乡车潮 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呢 在星途系统的部分呢 有出现拥策的状况 那主要就是因为早上六点的时候 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到头粪段呢 发生了化学车翻覆的意外 那早上八点呢 又碰到了第一波的返乡车潮 所以导致呢 拥塞的状况呢 到现在都还持续当中 那公共局也预估呢 下午的台中风源到彰化路段呢 也都还在继续的塞车 那主要就是因为 现在南下路段呢 比较状况比较好一点呢 就是因为昨天已经疏散了 大概有187万辆次的车潮 那夜间免收费的部分呢 也疏散了大约40万辆次 也就是占今天总车辆的六分之一 所以呢 目前车况还算良好 不过接下来还是有几个路段会塞 那我们来听一下高工局的说法 现在国道上比较庸舍的路段 大概是在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这个路段 那国山的话大概就关西 跟竹南局部的路段有一点 稍微有点庸舍 那另外就是国道5号 到南港系统到平林这个路段 目前还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 那其他的路段大概大致上都比较恢复正常了 下午之后预估车辆是会稍微慢慢的减少 因为早上是以返乡的车潮为主 那下午的话可能就是大部分是以地区性出油的交用量为主 那这部分是比较不确定的 那当然就是车子少上来的话 他就慢慢的就会疏减 那如果车子再继续增加的话 他还是有可能还是会永世一段时间